好,在看完了生词之后,咱们来看看37课的课文部分 37课的题目叫The Process of Aging,衰老的过程 咱们生词中讲过,这个衰老过程也可以被称为叫The Aging Process,也行 把aging当作定义来用,也可以,aging也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这篇文章是一篇说明文,说明了我们衰老的过程 这个第一段先讲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12岁是生命力最为旺盛的一个时期,从那以后就会逐步衰退 最终大家都会老死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好,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At the age of 12 years, the human body is at its most vigorous 在12岁的时候,人体处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 这一句话中出现了两个爱情岛的祭祀端语 at the age of,这个表示多大年纪,这个不说了,大家都知道 我们看这个at is most vigorous,这个搭配是本文中一个重点 我们知道at后面加其用词最高级,这个比较简单 大家一般都见过,比如我们看几个常见的 直接加其用词最高级 你想at most,叫最多,怎么怎么样 后面at least,叫至少如何如何 在句中亏罪壮语 再比如说at best,叫充其量,也就怎么样 最好,也就如何 at worth,叫最差,也就怎么怎么样 大不了就这样 这个叫充其量就这样 这大不了就这样 最好也就,最差也就这样了 这个没什么说的,比较简单 这是at加形容词最高级 但本文中的搭配跟原来不一样 他用的是形容词,再加一个once这个属格 再加形容词最高级 他说是处于某人最为什么什么的状态 有的时候,指事物也行 但指人更常见一些 处于某人最为什么什么的状态 本文中就是处在生命力最旺盛 最精力旺盛的时期 这个我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说你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呢 很好说,when are you at your best 什么时候你状态最好呢 什么时候你状态最差呢 when are you at your worst 什么时候你状态最差 什么时候你效率最高呢 when are you at your most effective 还是加形容词最高级 什么时候是你最脆弱的时候呢 脆弱的,一受伤害的 咱们讲过,可以用vulnerable 可以用when are you at your most vulnerable 什么时候你最脆弱 这是指出于某人最为什么什么的状态 有的时候,指事物也行 你比如说我这花园子 在六月里的时候最漂亮 百花盛开 我说the garden is at its most beautiful in June 在六月时,花园子处于他自己 最为漂亮美丽的状态 这个也行 但是指人确实更常见一些 你看我们指凯撒大帝 在征服了钩炉之后 达到了权力的巅峰 我叫Caesar was at his most powerful when he conquered gold 当他征服了古国高炉 就现在法国这个地方了 征服了高炉之后 处在权力的这个天方 at his most powerful 处于最为什么什么 某人某物最为什么的状态 表示处于什么状态 咱们回顾一下 用just on on的加名词 也有类似的含义 我们先回顾一下 在第九课 Royal Espionage 王室间谛活动里面讲过 他的部队总是在前进 He was constantly on the move on the move 表示在前进 这个he不是指着国王 就是他的部队不停地在前进之中 有这个意思 还有第九课我们讲过 他总是忙忙碌碌 He is always on the go 总是很忙碌 同样的这个病人正在康复之中 正在康复之中 叫做the patient is on the recovery 正在康复之中 这叫红楼梦一个人物 叫待遇 等待痊愈 那么这个节目呢 在七点钟准时播放 the program is on the air at seven o'clock on the air 就正在播放这个状态 电波在空中传播 on the air 很好记 那么犯罪的情况在上升 在增加之中 正在上升之中 叫on the rise crimes are on the rise 在上升 在增加之中 还有这只狗狗处在警截状态 the dog is on the alert 处于这个某个状态 有on的加名词就好了 但是为什么可以这么多呢 咱不能自己推广 建一个 记一个 因为有些时候 他不加这个on 再回顾一下三次的讲过 the workers are on strike 这个工人正在罢工状态 罢工状态 不说on the strike 没有的了 再比如说 today am on duty 今天我值班 一般就不能说on the duty the nurse is on call 这个护士在听后召唤这状态 有什么事 你觉得快死了 一眼零 他就来了 再比如说 i'm here on business 我这这来办公室来了 如果到外地呢 这就可以发现我来出差来了 因工到这地方来 我说您出差啊 我可不是 我来玩来度假来了 i'm here on vacation on vacation 就出差度假这个状态 这是加借次on的 但是不能够四股乱推广 见过再写 听过再说 还有加借次under的 还记得吗 也可以表示处于某个状态 比如说 the car is under repair 这个汽车正在修理这状态 正在修呢 这特别管用 别人管你借车 不想借 我就可以说这个 别人说 诶 听你们家最近买辆奔驰 借我用 我从家乡拉两头生猪来 怎么样 奔驰拉生猪 门也没有啊 我说the car is under repair 对不起 我的车正在修理呢 对吧 我们说下面的 the castle is under attack be under attack 正在处在 被进攻的这个状态 咱们看这耳中 经常出现be under attack 这个大肺子 再比如说 the subject is under discussion 这个主题 这个话题 正在讨论之中 没有结果 正在讨论之中 the matter is under consideration 这件事情正在考虑之中 只见一个记一个 大声读物便就背下来了 还有呢 you are under arrest 这个可不好了 你被捕了 主在被捕这个状态 你们被捕了 还有像 the patient is under observation 病人正在观察状态之中 病人生死被捕 在观察观察 under observation the case is under investigation 这个案件正在调查之中 没有结果 注意用under 再比如说 the bridge is under construction 这个大桥正在建造之中 construction也是跟under搭配的 多好奇 再比如说 the building is under renovation 这个建筑正在整修之中 renovation 就是整修 翻新 这个我们在innovate renovate 在第十课生词中 咱们也讲过 那是总结一下 处于什么什么状态 那上来就说 十二岁都是身体最壮 但是好像跟常识不太一样 那么作者下面解释 他说为什么 十二岁是他最强壮 他说 尽管那十二岁看似 好像劲儿没有成年人大 但是死亡可能性最小 咱们看第二句话 比较复杂 咱们看屏幕 他说 it has yet to reach its full size and strength and its owner his or her full intelligence but at this age like who the best this is the least 作者解释 我说这个生命力最旺盛 不是个儿最高 不是最聪明 也不是劲儿最大 而是死亡的可能性最小 生命力最旺盛 这个意思 前面这个it 当然指的不是一个动物 指的是男孩子 女孩子 那个body 他的身体 所以用it has yet to reach have yet to do 是固定搭配 老师一会儿和重点讲 叫还没有 或者有待遇 表示应该发生 但是还没发生 它还没有达到 它完全的尺寸和强壮 身体还没有 完全 长到了个儿 身体不够那么壮 17 18还力不全了 对不对 然后and 引出并着句 并着连语 it's owner it 还是指的刚才那个body it's owner 这个身体的主人 就是男孩子 女孩子 怎么样呢 his or her full intelligence 你看and 连接两个并着句 第二句话中 没有微动词 it's owner 直几个呢 he or her full intelligence 中间应该有一个动词连接 微动词 微动词省略的 往前面找呗 省略的意思 has yet to reach 整个被省略了 我们说过并列句中 重复的微动词可以去掉 就是它的主人 就男孩子 女孩子 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智力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颠峰状态 智力还没有完全掌权 它可能没有 二三十的人这么聪明 12岁的孩子 没有他们聪明 但是but 好 引出并列的转折句 at this age 时间状态 在这个年纪怎么样呢 the likelihood of death is least 死亡的可能性 是最小的 likehood 不可数名词 所以后面用来 就是不可数名词 little less 最高级 least 好 这是把文 这个从文法方面分析行了 这里面有一些句法 特别重要 首先一个 我们看看这个重要的句型 叫have yet to do 还没有怎么怎么样 或有待于如何 这个结构希望大家看一看 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例子 I have yet to make a decision 我还没有做出决定的 它暗示本来应该做 但是还没有做 与预期中可能的相反 你以为做 其实我还没有做决定的 再比如说 the bank has yet to respond to a letter 银行还没有回我们的信的 暗示我们希望之中 它应该回了 预期之中应该回了 就是这个还没有 预期的应该发生 却没有发生 对吧 再比如说 The Da Vinci Code starring Tom Hanks has yet to open next month 这个达芬奇密码 这部电影 是老电影了 由汤姆汉克斯主演的这部电影 还得到下个月才能上映的 这个open可以表示电影 上映 供应 还没有 有待于 have yet to do 暗示应该发生 预期应该发生 但是却没有发生 还没有呢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 have yet to do 还有一个have only to do 咱们在第七课讲 我做一个辩戏 41页第一行 41页第一行 看这片段 and we have only to turn to that explanatory discovery of echolocation beds to see a case in which the voice places strictly you to the ternary role 咱们我们只需要借助于 关于蝙蝠回声定位 那个非凡的发现 就能看到这么一个例子 在这例子中声音 发挥了一个完全实用主义的 这么一个作用 have only to do something 再加 to do something 还记得吗 我们讲过 只需要怎么怎么样 就可以如何如何 咱们还记得这个例句吗 你只需要按一下按钮 这个叫护士来了 you have only to press the button to call the nurse 不用干别的 你快死了 说不出话 夜牛 哎呀 护士来了 你终于死了 对吧 就护士就来了 have only to do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只需做模式 就可以如何 做复习 好 再回到句中 这前半句讲完了 这个人的身体 还没有长成的 and this owner he or her for intelligence 我们说了 这个句子里没有谓语 它明显是省略了 跟上一句话并列 has yet to reach 被省略了 重复的谓语动词 在并列句中 一般咱们可以把它省略 但句子必须是并列句 这个知识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了 我们做一个大的复习 看看以前的咱们讲过的句子 能不能立刻判得上的是什么 复习 11页的第二段开头 就11页的课文第七行 第二段开头 第二课 不要伤害支柱 看看 Spiders are not insects as many people think nor even nearly related to them nor 我们说过 可以引起并列的否定句 但这句话后面呢 没有主语和谓语 主语肯定还是spiders 谓语呢 一定是必动扫儿 否则的话不能省略 其实全论是 nor are they even nearly related to them 这个they就是签名spiders 只不过nor呢 放到了这个这个巨手 后面就是这个分句的巨手 后面要用部分盗装 把r放在前面去 但是they就是spiders 唯一动词都是r 所以别省略了 这是第二课里边 复习我们讲过的第三课 Mathor Man 十七页的第二段第三行 就是整篇文章第十行 十七页第二段的第三行 主角这么一句话 Such ins as the war Ware generally dirty and fully written The food simply local cheese Accombed by bread often transponsored or washed down with coarse wine 分号前面一个句子 后面一个句子两句话并列 分号前面 那里的那些小客栈 这个as the war 是定义从去修饰的ins 它的句子未动词 是第二个word 那里那些小客栈是怎么样呢 往往都是右脏 到处是挑子的地方 食物 你看这句话没位动词了 the food 是个名词 Similar local cheese 也是个名词端语 Accombed by bread often transponsored 这后制定语 修饰 cheese 还是名词端语 All washed down with coarse wine 这是独立组合结构 Washed down with coarse wine 是非味动词短语 加逻辑主义 All 就值得食物和奶酪和干面包 奶酪和干面包在一块 被用掠制酒冲下去 这个主语后面跟了冰语 没味动词了 the food 后面一定有个味动词 如果没有 那是错了 它肯定是省略了 不可能是忘记了 省的是什么 前面味动词 war 这第二个的war 所以一定也是冰动词 the food was local cheese 这个war就帮说了 因为跟上一句话 并列举重 味动词相同 这是在第三课中 再复习我们的第四课 你看在23页 第二段的第三行中间开始 23页第二段的第三行中间 就是一共课文是第九行 总共课文的第九行 咱们看 Seeing hands 可以看到到东西的手 During this test she was able to read the newspaper through an opaque screen and strangely still by moving her elbow over Chang-Yen Malato she was able to describe the figures and colors printed on it 这两个句子并列 但中间没有什么 省略成分 这是分号嘛 引起并列句 and 这没分号 就是and 连此了 连此一起 这个并列句 第一句话是 she was able she was able 没有去掉 这个省略并不是必须的 这就没有省 但第三句话 你看 and 分号后面 and引出并列句了 In another instance 在另外情况中 Wearing stockings slipper 飞味动词 穿着长孔腕和拖鞋 to make out with her food 只剩一个to make out 这个分号后面 应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了 但是句子里面 只剩一个to do 没有主语为语 省略是什么 往前面找 she was able she was able 省略一定是 she was able to make out she was able 被去掉了 这个省略 是正常的省略 并列句中 重复的为语动词 被去掉 主一样 主语也没了 这是在第四课中 我们在复习那个24课 24课 138页 138页 第二段的第四行 138页第二段的第四行 就是整篇课文的第十一行 复习 but if this world is not merely a bad joke life a vulgar flare amid the cool radians of the stars and existing the empty lab braying across the mysteries 复习 这几个都是 if 从就并列 对吧 if this world is not merely a bad joke life a vulgar flare 又看 主语live 后面又跟一个 a vulgar flare 这另外一个名词 应该是冰语了 但没有畏语动词 省的是什么呢 life is not merely a vulgar flare 生命不仅仅是 悲俗的火焰 后面呢 existence and empty lab 又是主语 和冰语撞到一块去了 中间没畏语动词 省的是 it's not merely 所以如果这个世界 不仅仅是个 著力的玩笑 生命不仅仅是 群星寒光中 悲俗的转瞬系 即使的火焰 宇宙万物的存在 不仅仅是 回荡在神秘之中的 空洞的销声 it's not merely 被省略了 这是 咱们讲过的 这个宾计局的省略 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个考研 2003年阅读身体中 这个片段 我们看能不能 还是迅速判断 说省略的是什么 it is said in England death is pressing 据说在英国 死亡是迫在眉睫的 in Canada inevitable and A B and C 三个句子病例 但第二句子里 没主意没位 in Canada 是壮语 in inevitable 是个形容词 没主意没位 省的是什么呢 death is and in California optional 没有主意位 省的是death is 那么small vendor 不奇怪 美国的life expectancy 人口预期寿命 咱们一会会讲这个词 has nearly doubled over the past century 过去100年中 预期寿命几乎翻翻了 filling hips can be replaced 跨过坏了 可以换一个新的 critical I'm sorry clinical depression controlled 临床异症 control是过去分子 control是极物动词 如果要是没冰语的话 就错了 一定是过去分子了 对吧 那说明没有畏语动词 因为control是非畏语 省略的答案是 can be controlled cataracts bind it down removed in remove应该是极物动词 bind it down 不可能这般别的 但是一定是被摘除了 说明也没有畏语动词 省略的还是can be 你看 desus没了 前面有 desus desus都没了 前面出现了 can be 后面can be can be都没了 因为这几个句子 确实都是并列不去 并列句中 重复的 这个畏语动词可以去掉 如果逐语一样的话 逐语一块也干掉了 就好了 这是复习 不光是阅读长男剧 在看懂 我们自己写作词 也不要写得啰嗦 能省略的地方 咱们一般都省略了 好 再回到这个句目 句子句目 他说 but at this age the likelihood of death is least 但在这个年间 死亡的可能性是最小的 这个list 确实表示最小的 但是为什么 他没有加定伍斯弹呢 不应该说the least吗 最高级不应该加了定伍斯弹吗 这个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最高级的时候 如果跟别人比 那么一般形容词最高级 要加定估斯的 she is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the class 这个没错 必须加定估斯的 但如果跟自己跟自己比的时候 这个the是可以去掉的 你加上当然没有错 但自己跟自己比的话 一般可以去掉 而且去掉更常见一些 我们都会自己跟自己比 12岁是他 80岁还是他 自己跟自己比的时候 没有定估斯的 更常见 加上也不能算错 但这个时候一般 怎么就不加了 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什么叫自己和自己比 Vegetables are best when they're fresh 这个蔬菜新鲜的时候是最好的 新鲜时是蔬菜 烂了以后还是这堆蔬菜 它是自己跟自己比的 没有定估斯的 再比如说 We are business on Mondays 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是最忙的 那么我们星期一是我们 星期二还是我们 是我们跟我们自己比 这个时候定估斯的一般可以去掉 那么后面还进一步说 but at this age likelihood of this is least likehood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它本来修是不可数名词 因为little little比较及less 最高级用least 但如果可能性不用likehood 而用名词possibility possibility是可数名词 而且习惯用复数 这是主为一致 就要求后面那个相应的标语 就得发生变化 是不是应该这么说 but at this age 注意 the possibilities of death are fewest 死亡的可能性是最小的 因为possibility是可数名词 就是用few fewer fewest 是这么一个 好 把这个看清 那么为什么12岁是可能性是最小的呢 作者在下面一句 用排除法做了一个解释 这又是个复杂句 咱们看屏幕 Earlier we were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nd consequently more vulnerable Later we shall undergo a progressive loss of our vigor and resistance which though imperceptible at first will finally become so steep that we can live no longer However well we look after ourselves and however well society and doctors look after us 这个比较长 这个Earlier跟Later 都是剧中的这个时间状语 Earlier 但是Earlier than the age of 12 在12岁之前了 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婴儿和小孩子 and引出病的剧了 因此呢怎么样 因此我们就更脆弱 对吧 得个病不如就死了 Later 但是Later than the age of 12 在12岁之后呗 怎么样 Wish and Go 我们会经历一个 逐步的我们经历和抵抗力丧失的过程 Progressive 咱们在教育那个时候讲过 它本人可不是进步的 但这是另外一个意思 叫逐步的 逐步的 慢慢的 逐渐的 一点点的 它像那Gradual 或者Slow 多一次咱们一会儿说 而后面这个 Wish引导一直到寂寞 定义从去修饰前面 这个Loss 就我们经历和抵抗力的丧失 中意思是Loss Wish怎么样 No imperceptible at first 你经过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难以觉察的 No是引导让步状语从去 牵涛在定义从去内部 那么这个为什么 它让步状语从去 没有主语畏语呢 怎么说 让步状语从去 主语跟主语主语统一 畏语动词是必动词 那一般可以被省略 它的主语就是定义从去 因为这个状语从去 牵涛在定义从去内部的 它所谓的主句主语 不就是它的主人 定义从去是它的主人 它的主句主语是什么 是Wish 这个Wish指着什么Loss Slow后面省略的一定是 The loss is imperceptible 对吧 主语 The loss就是Wish 后面未动词是必动词 那么这个时候 状语从去的主语跟必动词 可以同时省略 这是咱们多次讲过的 状语从去省略 The will finally become so steep 这个下降会只变得 如此是陡峭 就急剧下降 20到30 30到40还是漫步 40到60 更能60到80 急剧下降 像抛物线一样的 急剧下降 变成如此是陡峭 That从去到剧末 当然是 That从去 一直到剧末 整个可以看作是 结果状语从去 So搭配如此一致 也就是怎么样 We can live no longer 我们必须得死了 我们就没法活回去了 后面又牵套了两个并列的 让步状语从去 无论 这两个画横线的部分 牵套在我们结构状语从去内部 无论我们有多么的好 照顾我们自己 多会保养 也无论社会 还有我们的医生 如何好的照顾我们 我们早晚都得死 这种排除法说明了 为什么12岁的时候 我们死亡的可能性 是最小的 好 我们再回到剧中 看一些细节 Earlier是12岁之前 我们说了 我们是婴儿和小孩子 and consequently more vulnerable and后面其实也省略了 出语和文语了 因为and是连词 后面应该看句子 省略是we were consequently more vulnerable 因为前面有we were we were就会去到了 刚说过冰那句的省略 那么因此我们更脆弱 later 就是later than age of 12 12岁之后 we shall undergo a progressive loss 我们将会经历一个逐步的丧失 这个shell把12岁时看过 看作是现在 那么所以12岁以前 用的是过去时 一个we were 12岁以后用的是将来时 他把12岁看到是现在了 这个and go表示经历 而且我们在22个知识和进步讲过 and go这个词表示经历 一般强调 主语自身在变化 我们在成长 主语自身在变化 咱们再回顾一下在22课里的句子 就是在22课里面讲过这么一句话 大家还记得吗 although mankind has had gone no general improvement in intelligence or morality 尽管人类在智力和道德方面 并没有经历普遍的进展 人类是否有进展 是人类自身在变化 我们在慢慢长大 也是我们经历自身的变化 所以and go这个经历 多强调本身在变化 而不是强调外界的环境在变 这个要注意 本文中用的特别准确 经历一个逐步的丧失 progressive 是咱们在前面论教育 那个时候讲过 它来自于progress 就进步进展 所以它所形容所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开明的 或者进步的 你像progressive ideas 进步的思想 progressive party 一个进步的政党 开明的进步的 有这个意思 但是本文中是另外一个意思 相当于gradual 逐步的逐渐 像progressive decline 逐步下降 progressive reduction 逐步减少 progressive increase 逐步增加 progressive loss 这个逐步的丧失 这是相当于slow 或者gradual 逐步的慢慢的 比如说 when prominent symptom of the disease is progressive loss of memory 这种疾病 一个明显的突出的症状 就是记忆力的逐步丧失 prominent表示 突出的 木锈于林的 一眼就能认出来的 这个记忆力 逐步的丧失 gradual loss progressive loss 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将会经历一个 我们的vigor 咱们讲过 是经历 生命力 resistant抵抗力的 逐步丧失 which though imperceptible at first 我们讲了 though 后面省略的 though the loss is imperceptible 尽管这个损失 一开始 是这个 几乎难以觉察的 为什么 though后面 the loss is被省略的 因为though 是让步 让语从句 它所在的句子的主干 就是它外层的定义从句 主语的位置 我说了 修饰的就是 the lost 经历和底下的丧失 尽管这个底下 这个丧失 是一开始难以觉察的 我们现在在 屏幕前的很多 可能是二十岁的 小伙子 大姑娘 你可能绝不出来 其实你每天 都在像死亡 在奔跑 只不过这个时候 相当速度很慢 我们都没大回事 认为 好像永远不会老去 有这么一个 但是他说 尽管 这个 损失一开始 难以觉察 但是 你最终 一定会变得 如此之陡峭 以至于我们 无法再生存了 无论我们的医生 还有我们的社会 和我们自己 如何多 如何好的 照料我们自己 早晚都得死 这句话用排除法书 为什么十二岁 是生命的最旺盛的时期 而且巨幕 巧妙地引出了 文章的主题 就是aging 人的衰老 下面内容 就是围绕着aging衰老 这个主题 慢慢来展开的 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 第四句 第四句话说 This decline in vigor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is called aging 他说 这种经历 随着时间的流失 下降的现象 被称为叫衰老 或者是老化 This is of course the definition of aging 这是对aging衰老 做了一个定义 下面就逐步来展开了 看下面一个复杂的句子 咱们来看屏幕 It is one of the most unpleasant discoveries which we all make that we must decline in this way that if we escape wars accidents and diseases we shall eventually die of old age and that this happens at a rate which differs little from personal person so that there are heavy odds in favor of our dying between the ages of 65 and 80 这句话比较复杂 咱们来看个语法 成本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 还是句子主观结构 他说 这是我们 这个是最令人不愉快的 发现之一了 什么令人不愉快的发现呢 which we all make 指定于从句修饰 前面这个discourries 我们大家都会做出的 最令人不愉快的发现之一了 因为做发现 就make discoveries 所以这个which在关系代词 在定义从句里面做make的宾语 它修饰这个discourries 那么后面出现了一个that从句 两个that从句 三个that从句 这并列的都是同位于从句 做哪个词的同位于呢 通过上下文很显然 做前面discourries 发现的同位于 说明我们发现了什么东西 什么发现呢 有这么三个不愉快的发现 第一个是 we must decline in this way 我们一定会用这样一个方式 来慢慢的衰老慢慢的弱化 这个decline在这不是下降的意思 decline是多一次 在这相当于go down hill 或者deteriorate 就是恶化 每况愈下 这个意思 咱们一会儿会说decline是多一次 我们一定会用这个方式来逐渐的慢慢身体越来越差劲 并且that引出第二个 就是discourries的同位于从句 里边先牵涛一个让步状语从句 这if从句就是带下话线的协体字部分 这明显是李老师以前讲的知识 if从句未必引导条件状语 再次让步状语 它不是如果 而是even if 翻身其事 即使我们逃过了战争 事故和疾病 就是这些事我们都成功的逃过去了 怎么样 我们最终也会老死 因为年纪太大而死 老死了 and 引出第三个病例的同位从句 并怎么样呢 this 就我们老死 happens at a rate 以这样一个速度来发生 什么速度 这个rate是速度的意思 这个 后面这个 witch引导的一直到person to person 这结束是一个定义从句 就是前面那个rate 这个速度 什么速度呢 这个速度 人和人之间呢 这个差别微乎其微 differ little 表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慢慢会死的这个速度 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差不了太多 那么so that 一直到剧末 这是一个 可以把它看作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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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状语从句来 就是 这个 这个 因此怎么样呢 因此我们很有可能在65岁到80岁之间死掉 so that 里面 there are heavy us in favor of 达达点 这是我们在圣词中讲过 there are heavy us in favor of 达达点 表示某个事发生可能性非常大 可能性很小呢 but in favor of 换成against就好了 这个heavy 这个词也能换成overwhelming 来修饰这个可能性 这个词as 这是固定搭配 好 下面看看这个句子里面的一些细节 首先我们先看一看这里边那个 we must decline in this way 看看这个decline这个词 decline刚刚我们讲了 这意思特别多 除了表示下降之外 在本文中是表示恶化的意思 它相当于deteriorate 表示恶化 就是越来越差 越变越差 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下例子 his health has been declining or has been deteriorating progressively for several months 他的健康在几个月之间怎么样呢 已经逐步的慢慢在恶化 又看到了progressive这个词 只不过这里变成副词progressively 同样继承了形容词的含义 在这还是逐步的慢慢的 逐步在恶化之中 正在完成进行时 将的动作一直到现在还在恶化 未来怎么样不知道 一直实际到现在都在恶化 所以在这不是下降 是恶化 当然decline还有一个表示更多的含义 除了表示下降 除了表示恶化之外 还可以表示蜿蜒谢绝 decline and invitation 婉拒了一个邀请 蜿蜒谢绝 也可以用decline这个词 好 这是我们看到了第一个 这个同位从举 再看第二个 that if we escape worse accident and diseases we shall eventually die of old age 这是第二个 所谓discoveries的同位从举 那么即使我们逃脱了战争 事故和疾病 这不可能翻译成 如果我们逃脱了这个 就会老死 这个不同顺 if在这 是让步状益从举 翻译成即使 这个究竟是让步状益从举 还是条件状益从举 得通过上前文语境来判断 这if从举表示让步状益 引导让步状益从举 这个在第一课咱们就讲过 它常见意思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even if 即使即令就算 这是最常见的意思的 你比如说 if he noticed the fact he didn't care 即使他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他也不会在乎 不会当回事的 不能翻译成 如果才注意到 他不当回事 这个不同顺 即使就算让步 还有我们在第一课 见过的咱们复习 在第一课 就是我们曾经见过 这个片段 even their sagas even they had any are forgotten 那么甚至他们的 这些英雄传说 再插入语了 即使他们有英雄传说的话 恐怕也已经被遗忘了 不能说如果有就被遗忘了 这个不通顺 即使有的话 恐怕也被忘记了 就不知道有没有了 再比如说 回顾现在25课里面 还会出现 也出现类似搭配 25课就是讲 梦睡眠的本质 那颗数 149页 第20行到22行 149页 第20到22行 This result merely confirmed Early American and British Studies 这个结果只不过呢 是证实了早期的 美国和英国的研究结果 怎么样 If there is any effect of noise upon mental health 讲那个噪音的这个 影响那颗数 就是噪音如果真的对 我们的精神健康 大脑健康有影响的话 即使真有影响的话 那么肯定是如此之轻微 以至于怎么样呢 以至于目前的 这个精神诊断方法 无从发现 这个If there is 不能发现 如果有影响的话 它发现不了 不通顺 即使有的话 也非常小 以至于现在的检测的方法 都无从去发现就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 Even if there is 有这个意思 但有的时候呢 它可以当第二个含义来翻译 但也是让步 就是 Although perhaps 尽管可能会怎么样 第一个是即使就算 第二个是尽管可能怎么样 也有些情况下 表示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叫Donald's essays are always interesting if sometimes poorly written 说唐大德 他的文章呢 总是很有趣 尽管可能有时候呢 文笔差一些 但内容总是很有趣的 这是尽管可能怎么怎么样 再比如说 She understood his meaning if not his words and took his advice 他明白了他的意思 尽管可能呢 没有明白他具体说的字 他说的话 而且采纳了他的建议 可能说的话 具体一个字 一个字 没听清 尽管可能是这样 但是呢 他理解了他的意思是什么 并且采纳了他的建议 尽管可能如何 这是if从去注意 未必是条件 在这明显是让步 我们说 我们也最终会老死 die of old age 下面and 引起第三个病类的同位从举 这是let that and that 最后两个病人之间 加了个连词that 并且呢 this happens at a rate this就是衰老到死亡 这个过程吧 怎么样呢 happens at a rate rate这里表示speed 速度的意思 一站一个速度 怎么样 which differs little from personal person 人和人之间差异很小 这个differ 做动词表示 be different 不同这个意思 他后面经常用复词来限定 你像differ little little做re不是形容词 是负词 little做负词相当于harly 几乎不 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就是区别很小 微乎其微 differ a little 有一丁点不同 但区别也不是特别大 如果差异很大呢 differ greatly differ significantly differ enormously 有巨大的区别 这就好了 本文中用differ little 表示几乎没有区别 from person to person 人和人之间差别很小 咱们以前讲过 from to这个结构 如果前后跟同一个词的话 习惯上是不加贯词的 咱不说from one person to another person 这个不这么说 from personal person 就好了 你像very from personal person 因人而异 这个结构 在第七课 我们这个蝙蝠 那个是我老师曾经提过 还有像 improve from day to day 日益在改善 咱们不说from one day to another day 再比如说 read something from cover to cover 通读了没本书 从封皮到封底 都是cover吗 整个把书读完了 咱们不说from the cover to the other cover 我就用不着这么说 还有呢 sell something from door to door 这才能猜到 挨门挨户的来卖东西 咱们不说from one door to another door 咱们不这么说了 from door to door from person to person 用这个结构 记住就好了 好 我们看的 sell that 是迁套在整个 这个同位于从具 内部的一个结构中 用于从具 sell that 翻译成这个所以 我们说如果翻译成 以至于呢 翻译成以至于 以便于呢 那后面一般 叫加情态动词的 咱们说过 sell that 从具中 如果位于动词 没有情态动词 一般是结果 表示结构中 用于从具 翻译成所以 所以我们很有可能 在65岁到80岁之间 死去 这个剧情 咱们再度复习 there are heavy arms in favor of something 表示 某事 这个非常可能发生 there are heavy arms again something 表示某事 极其不可能发生 那加情态动词的heavy 也可以看到overwhelming 都行 本文中 是用这个固定搭配 就是我们 死在这个65到80岁之间 可能性 是非常之大的 这个65到80岁 其实就是 咱们刚才见过的 人口预期数名 有一个术语可以记住 叫life expectancy 人口预期数名 当然现在我们的寿命 在变长了 中国人很多 活到八九十都不信心了 但是文章老力 在当时 可能65到80期间 死亡可能就最大 后面 这个下句话 对 你看这个本文 这个本句话中 三个同一从具 不是随便堆在一块的 而是逐层递进 咱们再看看这三个同一从具 第一个同一从具 说明 我们必然会衰老 第二个同一从具 说明 我们不但会衰老 而且必然会死去 第三个同一从具 说明 我们大概会在 什么年龄段死去 这个层次特别清楚 好 下面一句话 对死亡年龄段的例外情况 做了个解释 他说也不全在65到80岁之间 他说 Some of us will die sooner A few will live longer On into a ninth or tenth decade 我们学习有一些人 会死得更早一些 Die sooner 但是 sooner than the age of 65 65岁之前死掉 And a few will live longer Longer当然是 Longer than the age of 80 活过80岁之后 因为我们不是刚才说 65到80是人口预期受吗 有例外情况 On into a ninth and tenth decade 这个On 是跟前面的Live搭配的 Live on 继续回去吗 On做副死本继续吗 继续回去 活到第九个 第十个十年 第九个十年是80到90 第十个十年是90到100岁 这个当然我们都希望能活到这么长寿了 但下一句话做着说 但是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我们看看下一句话比较复杂 看屏幕 But the chances are against it 但是可能性对它很不利 The chances are against it 就相当于The ours are against it 这明显是替换 因为上一句话出现了Ans这个词 Ans和Chances都是表示可能性的 咱们一会儿会详细再说 And引出病的句 There is a virtual limit Virtual表示实际上的 差不多的 跟真的差不太多 尽管并不是真的 我们Ans后面 当然还要引导的到剧末是这个病语从去 说这次Ans的病语 我们能指望活多久 事实上是有限度的 尽管没有真的限制 没有说活过80岁之后枪毙你 没有人就有真的限制 但其实跟有限制一样的 事实上是有限制的 然后后面 However 这句话 当然是让步爽于从去 无论我们有多么幸运 无论我们有多么的强壮 Robust 身体强健的 就我们喝的水 乐百事 就是Robust 这个英语单词 好 这是大致的 这个语法充分分析 首先这个 Chances 表示可能性 跟Ans是近一词 意思几乎完全一样 它表示可能性 有些句型和变化 咱们复习复习第三册 咱们在这也能用了 先看三册第二十九个 是否有趣 三册第二十九个 有这么一句话 The following day However The doctor consult him by telling him that His chances of being able to leave hospital in time for new year celebrations were good 转天 然而转过天来 医生安慰他说 告诉他什么 他能够及时出院 赶上新年庆典活动的 可能性是很大的 Once chances of are或者were good 可能性很好 就类似于中文书说 可能性很大 Once chances of are good 或were good 我们再看另外一颗书 就是三册第五十九课 收藏这个书 三册五十九个书上 As she is not rich The chances that she will ever be able to afford such purchases are remote But she is never sufficiently strong minded to be able to stop her practice 因为这个女人 没什么钱 所以她能够 付得起这些 要买的东西的可能性 是微乎其微的 并且 但是她从来没有足够的 意识坚定 来停止这个做法 practice 习惯性的做法 咱们说过 这做模式可能性很小 The chances 我们加同位从具 我们再说are remote 可能性很渺茫的 很遥远的 就是中文说的可能性小 咱们这个句型总结 总结 Once chances of doing something 或者是 The chances that 加同位从具 怎么样呢 可能性很大 可以用are good 或者are high 这个也比较地道 老师又给了一个 可以替换 可能性很小 而small 而slight 而remote 都行 这个small 更像中文可能性小 slight 轻微的 remote 渺茫的 遥远的 可能性很小 咱们用这句型 来说一个句子吧 她赢得这次比赛的 可能性很小 我们用 Once chances of doing something 和the chances that 同位从具 都说 那很小 我们后面还是用remote 这个词好了 比如说 先用Once chances of doing something 很好说 对吧 His chances of winning the game 然后怎么样呢 are remote 可以这么说 那用the chances that 加同位从具呢 也很好说嘛 the chances that 同位从具 什么可能性呢 He will win the game 然后再说什么 are remote 就好了 这是表示 这个chance 表示可能性 常见句型 我们是顺便 可以把它记住 好 后面就说 but there is a virtual limit on how long we can hope to remain alive virtual 表示实际上的 和什么什么 几乎一样的 尽管并不是 可能并没有 并不是真有 但是和有 也差不太多 并不真是 但跟是 也差不太多 所以virtual 叫实际上 几乎什么什么 一样的 就是尽管没有 具体限制 但实际上 是有限度的 there is a virtual limit on limit 有时候可以换成 同一次restriction 就限制 there is a virtual limit 或there is a virtual restriction on 某东西 事实上是有限度的 表示没有人 有规定的 这么一个限制 但是跟有限制 几乎一样 比如说 there is a virtual limit on how fast we can run 我们能跑得多快 事实上是有限度的 跑100米 跑到了9秒几 就恐怕就到头了 那跑进6秒 都恐怕跑不了了 对吧 事实上是有限度的 是这么说 再比如说 我们用restriction 再看一个句子 there is a virtual restriction on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specific country 在某一个具体的国家 经济发展的rate 刚刚讲过 那边是速度 经济发展的 增长的速度 事实上是有限度的 咱们不能像大跃进一样 人有多大胆 天有多大产 这个不行 这个事实上是有限度的 客观规律 就是这个限制 restriction 跟limit 可以替换 但如果真是 有人为规定的一个限制 就不用加restrict这个词了 对吧 比如说总统的权力 有严格限制 there are strict limits with restrictions on presidential power 对总统权力 权力要灌到笼子里 它事实上 有严格的限制 这个是真有限制了 那个virtual 表示几乎有的 那就甭说了 可以用strict 严格的限制 总统权力 有严格限制 总统也不能 这个 这个 凌驾于法律之上 就好了 后面说了 无论我们有多幸运 还是我们有多么强壮 实际上 我们最终都会死亡 第一段 我们看到这了 那个我们学习 学习第一段 非常清晰的 逻辑的思路 那么先提出 12岁的时候 我们生命的最旺盛 然后讲了12岁之前 和之后的情况 自然引出了 老化aging 这个词的定义 然后用三个同位从具 对老化做进一步解释 就引出了人类死亡的 死亡这个年龄段 然后在年龄段 例外情况做了一个解释 你看这个条理非常清晰 第一段 重点的段落 里面的知识点也特别多 里面的词法句式搭配 也特别重要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第一段 跟老师看到这里